生活懒人包单元来看到高雄成为了美食战场 周期酒店今年6月将进驻全新南洋风的餐厅 主打新加坡美食 而现在官网也贴出公告要招募100位美食星探 有机会可以免费进场参加开幕派对 还能抽总统套房 而其他饭店业者也出奇招 像是汉莱推出5间火锅降价优惠 以及万豪酒店则是沿揽了米其林一新的主厨来台 设计了季节限定菜单要吸引逃客 高雄周期酒店今年6月将进驻全新南洋风餐厅 主打东南亚料理 道地的新加坡美食 目前店家还在装潢中 为了吸引顾客决定招募100位美食星探 只要上官网填表单报名 就能免费入场参加开幕派对当试吃员 品尝沙爹烤串等新马风味料理 还有机会抽中总统套房 利用美食强客和来饭店也出其招 火锅餐厅降价推出5间优惠 还入双人套餐澎湃的海鲜拼盘 有鲜虾鲜鱼 澎湖卵丝和鹅仔 搭配和牛和特选黑猪最低只要1380元 还有四种汤头可以选择 至于在万豪酒店则是延兰米其林一星主厨来台 设计季节限定菜单 创造风格独到的美食饗宴 我觉得在这里用餐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在米其林餐厅的服务 还有在食材的准备 以及在料理的呈现方法上面 高雄先起美食战场 各大饭店业者找出优势 吸引涛客各自拓展市场 记者陈瑶志远 高雄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